八字算命书 雅成八字命令 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令二十余年的道长 擅长八字算命 居家风水布局 灵福法事 道长微信 2088 2988 很多人都输狗 在所有输狗的人心中都有个痛苦 十二种生肖 救赎用狗来骂人的汉语词汇最多 那为什么明明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狗却变成了骂人的脏话呢 这要追溯到商周时期 当时社会等级制度森严 天子在祭祀的时候可以杀牛羊猪 猪猴可以杀羊和猪 士大夫还能杀猪 而平民百姓除了可以杀鸡之外 就只能杀狗了 可见狗当时的地位比猪还要低下 在甲骨文中 狗字是这样的 如果把这个字旋转一下 就能看到一条狗 狗字是由犬和钩组成 左半部分是反犬旁同犬 而右半部分的勾 原本与勾是同一个字 意思是相互勾连 两个部分合起来表示 两犬相勾连 也就是两犬交配 这个字形里 隐含着对狗烂交的描述 结果就有了狗男女这样的灭称 还有狗因为群群主人的命令 有一部分依赖性和奴性 于是就有了狗杖人士 狗腿子这些词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狗是大众所熟知的动物 人们在攻击对方时 喜欢把狗身上的缺点映射到对方身上 于是有了各种 累成狗 单身狗 在狗身上这些缺点为人诟病的同时 狗的忠诚 以及温顺的性格等特点 让他们成了人类最好的朋友 书一记载 未进路基的黄尔 为主人送信 劳累而亡 搜神记中的黑龙拳 在火中用水沾湿醉酒的主人 使其幸存 书狗的人大多性格耿直 他们意志坚定 忠诚可靠 他们公正机名 往往为人所信任 你属什么 你知道你属相背后的历史故事 和文化渊源吗 十二生肖 十二种动物 它们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 也是解读中国人性格的神奇密码 看见团队 推出十二集生肖简史 应用市场搜索看见 下载APP 看一万部精彩视频 大oft 你属身上永远